龍的文化系列1 麻雀治療 在2004年 人際醫院社會服務部 委託嶺南大學 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採用科學化的研究方法 去探討麻雀活動的好處 研究在伯加穆里安路院社進行 選取了121位 患有輕度至中度 認知能力受損的長者 進行麻雀治療研究 研究報告指出 一個有計劃的麻雀活動 能夠提升參與者的認知和社交功能 了解完麻雀治療背景之後 以下我們會介紹麻雀治療的好處 以及一些執行時要注意的事項 打麻雀是華人社會 每逢喜慶節日和家庭聚會熱門的 消閒娛樂活動 而且有很多方面的好處 包括 改善手眼協調和專注力 增強記憶力和決定能力 改善生活質素 促進社交生活 最終能夠開開心心地 與家人共聚天倫之樂 只要以消閒娛樂和家人朋友團聚為目標 麻雀活動不失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以下我們會介紹打麻雀的時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考慮到長者的專注力 一般在院舍進行麻雀活動的時候 會建議活動約為一小時三十分鐘 如果在家打麻雀 可以視乎長者的專注力適量調節 亦需要預留中場休息和飲水 如果在院舍進行麻雀活動的時候 就需要再有一位擔當、觀察者、調停者和帶領者的角色 協助教約的長者 以及引發各個參與者溝通的話題 留意參加者的精神、身體狀況 必要的時候提供適當的協助 以及多些照顧一些教約的長者 要提醒長者灑落為先、勝負在後 多些用正面和鼓勵的說話去讚賞長者的表現 但同時也需要鼓勵其他長者 勝利永遠在忙 並且讓他們了解到打麻雀的過程更重要 在院舍進行麻雀活動的時候 要盡量選四個能力差不多的參與者 亦要考慮各個人的性格互相配合 一般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級別 第一個級別是長者能夠自行完成整個打麻雀的過程 第二個級別是長者需要部分協助或提示 第三個級別是長者需要更多的協助 最後希望各位從打麻雀的過程之中 與家人共聚天倫之樂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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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